我们的政府在赖清德当家的时候 两度修劳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国定假日七天假砍掉 砍掉这七天假 我们估算雇主跟财团 一年可以下来六七百亿 这六七百亿有没有给我们老公 没有 六七百亿做什么用 炒作房地产 股市 有价政见 金融商品 物价 这八年下来薪资倒退二三十年 我们的加班越来越多 越来越过劳 跟买不起团子以外 我们获得到什么 在早期国民党是比较平资方 民进党是比较平劳方 但是民进党完全之政以后 越来越向国民党 思想更难堪 蔡英文的名言 劳工是我心中最软 险后财团才是我心中最爱 赖清德讲过 我们台湾劳工喜欢加班 这就是我们民进党 一个职业性的癌症的劳工 每一年要花健保 大概四十万到六十万 雇主让我们的健康 准失了 得到了各式各样的癌症疾病 用健保来看病的时候 继续的掏空这个健保 老板有给一毛钱进去吗 没有 台湾打压工会 不管是蓝绿 都是极尽之能事 帮我们打压 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我们的 他有好好的保护你的工作安全 给你好的劳动条件 给你好的劳动生活 有给你更好的生活环境吗 他只是在赤照一个牢牢相征 给他权利 给他钱 给他开好车 最后如果战争的时候 谁先跑 我们跑得了吗 所有的职业灾害 我们都是被牺牲的 拿起我们的责任 要回这个国家 要回这个民主 要回这个产业 那个是我们的 不是他们的 我们的责任